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三种方法进行的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成千上百种估值模型 这么多种之后 它们的本质基本上就是脱离不了这三种方法 大家清楚 如果说你把这三种方法掌握了 那么每一家公司的模型 你通过仔细的琢磨也都能够琢磨透的 这是最基本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种 贴线钱流估值方 贴线钱流的话 其实就是上面那个公式 是不是 我们把每一期的现金流 贴线到当前 然后这是现金流 对吧 然后贴线率 然后这是N期的 然后我们这儿呢 现实当中 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 进行一个无限期的一个贴线呢 对不对 因为你说你公司是无限期存在的 但是呢 我们是 就是说你那个 如果说对它进行估值的时候 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所以说我们会假设 它在N期之后出现一个什么 稳定增长状态 出现稳定增长状态之后 我们把这个稳定的时候 那个值给它贴线出来 得到一个中值 然后再贴线到当前 所以说我们相对是一个什么 有限期的一个现金流贴线模型 对不对 这里面是不是就涉及到了很多的参数啊 首先我们有现金流 有贴线率 还有一个什么 最起码还有一个N吧 你的 我们要估计的你这个时间有多长 为什么要把这个N提出来呢 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公司 它前几年是什么 一个高速增长的 对吧 后面出一个稳定增长 稳定增长是好估算的 但是你高速增长 你需要花多长时间去 就是进行高速增长 我们这呢 是有这么几个参数要算啊 第一个 贴线率要估算吧 第二个 自由贴线率要算吧 对不对 你高速增长 你的增长率是多少呢 是不是我们要对增长率 进行贴线计算啊 还有第三个 这是第四个啊 稳定增长年份 对吧 我们可以稳定增长多少年 然后多少年之后 我们能进入一个什么 稳泰 最后呢 这个我们还需要什么 选一个比较合适的贴线模型 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吧 我们用现金流贴线模型的话 有几种现金流啊 两大类吧 对不对 公司的自由现金流 还有股权的 股权的是不是也有两种啊 对吧 一种是股息 一种是股权自由现金流 所以说这三种现金流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 这个呢 也是我们需要估算的 所以说 在进行现金流贴线模型 进行估值的时候 我们 主要的 这个计算步骤 就是 先估算出一些参数来 对吧 估算出来之后 我们再去选 我们合适的模型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是什么 我们三种 相对是三种 现金流贴线模型 对吧 它们的关键收入变量 现金流都是什么东西 然后股息 股权自由现金流 这我们看着 股权自由现金流 我这写了一个潜在股息 也就是说 股权自由现金流和股息 其实本质上是类似的吧 是不是 为什么它是一个潜在股息呢 因为你想 公司一般的时候 它不是说 我有多少自由现金流 就全部发放股息吧 为什么呢 因为股息的高低 它会决定了 你这个公司股票价格的高低 是不是 那么如果说 我今年能够全部发放 是不是我的股价 就会大幅上升啊 但是如果说明年 我出现了一个盈利不好 虽然说我也盈利了 但是盈利没有以前好 那么 下一年的股息支付 是不是比前一年就要差很多呀 那又会导致什么 股票价格下降 对吧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把股权自由现金流 全部当作股息支付的时候 容易导致股票价格 剧烈波动 对吧 所以说为了平滑这种 剧烈波动 一般的时候 公司是不会全额支付的 然后我们定一个数 就是每年支付多少 即便明年盈利不好 或者明年盈利亏损了 我们可以拿以前的收益 来进行一个平滑吧 所以说股息 它并不完全等于股权自由现金流 就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要平滑掉这种波动性 所以说这就是实际当中 我们是一个股息 对吧 但是呢 股权自由现金流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什么 潜在的股息 对不对 就是我们能够完全支付 但是不会完全支付的那一部分 然后公司自由现金流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预期增长率呢 就是说你这个现金流 每年的增长率是多少 这个也是 都是相对应的 对吧 贴现率你是股权成本 还是资本成本 对吧 还有一些稳定状态 所以说 在这里边 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下 对吧 就是说 我们有这么多参数 然后呢 我们要选的时候 是按照一列进行选择 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要保持什么 一致性 就是你选了前面之后 后面你必须是 要按照它一致的